下面咱们再看看在十四课中讲过的句子 表示空间的 82页的第八行末尾到底是行 82页第八行末尾到底是行 它说 但是我们设想一下 这个地球上被传感器都盖满了 这个两个传感器之间是有一英尺这么远 并且传感器上升 以一英尺的间隔一直上升到大气层的顶端 at one foot interval 就是每隔一英尺 这是表示每隔多长的空间 再看四十六课 最后一句话 就是二百六十九页最上面 第一行到第二行 就四十六课最后一句话 未来会讲 indeed 事实上 it may well be that those whose work is their pleasure are those who most need the means of banishing it at intervals from their minds 事实上 有可能 it may well be that 别翻译上有可能 未来会讲这个句型 有可能那些什么呢 工作就是他们乐趣的人 而正习那些人 什么人呢 最需要 这个每隔一段时间 把工作 从头脑中撇出去的方式的 这个人 就是这种人更需要培养 页越好 mostly就最需要 the mean这个方式 什么方式 banishing it 这个of banishing it 这个banish 就是把它驱赶走吗 驱除出去吗 这个it表示work嘛 然后at intervals 每隔一半时间 多长时间呢 他没说 中间就没修饰语了 从哪儿把它赶出去 从头脑中 把工作中赶出去 他们最需要这个方式 这是at intervals 这是咱们的复习 好 咱们看一下一句 那么是哪三个波呢 他说这三个波是怎么来的呢 the first records the arrival of longitudinal vibrations 第一个波 记录的是record 这个record是动作的 这个纵向波的到来 longitudinal 生死都讲了 纵向 vibration震动 纵向的震动 是纵波 完之后呢 the second marks the arrival of transverse vibrations we travel more slowly and arrive seven minutes after the first 那么第二个 这个就标注了 这个mark在这是标记或者标明 标记了标明了 是什么呢 这个横波的 横向震动的到来 后面位置到剧末 是定义从去修饰这个横向震动 什么横向震动呢 它这个运行的更慢一些 并且怎么样 并且呢 在第一个波 纵波到来之后 会晚几分钟 横波就会到来 好 下句话很简单 these two have traveled through the earth 那么这两个波 就横波纵波 是通过这个地球 来传播过来的 通过地球来传动 来运动的 然后后面再说 第五句出现个强盗剧情 it was from the study of this that so much was learned about the interior of the earth 这个it was 还是跟那打配固定的强盗剧情 然后背强的是壮语 正是通过对于这些的研究 就前面的横波跟纵波了 纵向振动横向纵动的这个研究 我们才了解了这么多 关于地球内部的情况 so much was learned 这么多被了解了 什么呢 关于一直到剧末 这是借此所壮语了 关于什么呢 地球的内部 interior在这儿 是当名词表示内部 它的反义词叫exterior 叫到外部 这个我们看一看 interior不但可以表示形容词 叫内部的 室内的 也能表示内部或里面 当名词来用 就是the inner part or inside of something 某个东西的 里面或者内部 你比如说 the interior of the church was dark 教堂的内部很昏暗 a house with a classical exterior and a modern interior 一个房子 是有非常这个 这个古典派的这个外部 但是这个内部装潢 却非常的现代 你看这个exterior跟interior 刚好是法语词 外部和内部 好 最后一句话 描述了第三种 就是最晚到达的波 the third or main wave is the slowest and has traveled around the earth through the surface rocks 第三个波 或者称为主波了 or经常引出同意来 就是在这儿呢 是这个补充说明 第三个波什么 就是主波嘛 那么是最慢的波 并且暗暗地引出并且 并且它主语都是主波 所以主语就没了 并且是绕着地球表面的岩石 来传播过来的这个波 这句话里面 重点我们看看这个or 翻译成或 或者记 或者也就是说 它一般是对另外一个词语的解释 或者是 这个就当前面词的同位语 这个or呢 在这儿是个连词 就是introducing a word or phrase 它引出一个词或者短语 that explains or means the same as another 解释或者是表示 与另外一个词相同含义的 这么一个词 所以呢 这个中文就是 表示一个词语 对另外一个词的解释关系 或者是与同位语关系 就是记忆计或者是翻译成或者说 这个非常好理解 就是第一个 我没有说清 我把它换一个词来表达一下 一般来是解释得更清楚 或者做前面词的同位语 就一回事 a kilo or two pounds 一公斤或者说两磅 两磅就是一公斤 对一公斤做个解释 geology or the science of the earth's crust 地质学或者说 对于地壳的研究 这门科学 对前面地质学做个解释 其实也是地质学的同位语 我们在复习第四十二个 第三册四十二个这样的句子 就是现代洞学人 cave exploration or potholing as it has come to be known is a relatively new sport 就是洞学探险 或者被穿着potholing 正如慢慢被了解了 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运动 or 引出同位语 做前面 cave exploration 同位语 potholing也是洞学探险 好 这是第四十二课 比较复杂的一篇文章 也是一个科普英语 我们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把里面那些比较容易搞错的一些细节 完全搞明白 一方面对咱们读懂这种科技英语 比较复杂的句式有帮助 而来对咱们写作也是有注意的 咱们一定要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好 四十二课 跟老师就看到这 越多歐洲 那么越来越多人 可以 所以